水稻子真是卑鄙到了极致 不仅诬陷王林为长尊派来的奸行 甚至还利用封界之主留下的信物 从远古仙玉片来法宝对抗王林 书接上回 当王林跟随古妖走进血腥的空间漩涡之后 古妖的心中非常紧张 她深知能否脱困 就看此刻了 在距离漩涡出口不足实障的距离时 便能看见其中有着一处血色祭坛 古妖主动开口说道 马上就到了 传闻中的祭坛就在里面 很明显古妖在等待王林的答复 不管是王林单独进入 还是让她进去探路 亦或者两人同时进入 古妖都有信心可以逃脱 然而王林却是似笑非笑地看着古妖说道 你似乎是有些紧张 界外封灭族早年失踪的祭坛 应该与这个祭坛不太一样吧 古妖文言当即露出难以置信的神色 没想到对方会知道这种秘文 王林继续冷声说道 我的耐心有限 但既然承诺给你留有一线生机 便不会失言 眼下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去将真正的祭坛取出 古妖满是苦涩地回应道 传闻中的祭坛真的就在里面 只不过并非你看到的那一个 若你不信 我可以将其取出 或者我们一起进去 王林依旧神色冷漠地说道 你自行取来便是 而后古妖开始慢慢向着漩涡出口走去 可她能够清晰察觉到 王林眼中的讥讽之色 这也使得古妖在心中思索到 她为何如此自信 让我自行走出漩涡 莫非是她在我体内 不知何时留下了禁止 若发现我有盾逃的迹象 便会立刻将我杀死 古妖想到这里不禁感到了一阵后怕 眼下即将走出漩涡的她 却是犹豫了起来 最终古妖还是放弃了逃跑的念头 她抬手向着漩涡之外一抓 一座血色的阁楼急速飞出 落在了古妖手中 她转身看向王林笑着说道 封涅族有三座祭坛 分别存在于三座血格之中 这是其中一座 希望你能遵守承诺 给我一线生机 王林点了点头 抬手一挥便将古妖以及血格 收入到了储物空间当中 她又看向云海星玉的方向冷声说道 水稻子当年之仇 惊喜王某要来锁魂了 与此同时 云海久接星玉的神宗内 水稻子的脸色极为阴沉与不安 当年王林的几道本源 就给她带来了极大的震撼 如今知晓对方重回界内 心中更是腾起了不妙之感 尤其是对于不久前灵动上人 以及周景的气息 水稻子尽管不知晓其中的真相 但她却是有了一个猜测 只不过这个猜测太过惊人 让她不敢去相信 下一刻 水稻子召唤出了三只云烟之鹤 并与自己的三滴精血融合 向着三个方向急驰而走 渴望着这云鹤消失的方向 水稻子仍然有些不放心 又抓出几枚玉剪漂浮在了自己身前 他抬手在第一枚玉剪内写下了 以老夫神宗大长老之命 召集云海备战之休 在我神宗外布置九灭离天阵 在第二枚玉剪写下了将归原宗之人 以及破天宗主全部抓住送来神宗 在第三枚玉剪写下了 慕兵梅老夫助你疗伤恢复修为 此恩情急需报答 我要你吞下那颗丹药 走出闭关之地来帮助老夫 又在第四枚玉剪中写下了 罗天 云海 联盟以及赵和 老夫神宗水稻子 更是当年封界之主坐下童子 数万年来尽职尽责的守护神宗 最近得到准确消息 有一名为王林的修士 是界外长尊设下的奸细之一 此人隐藏的疾身 甚至还得到了封界之主留下的天逆珠 用来蛊惑妖宗 今日老夫便带封界之主发出号令 凡是击杀亡林的界内修士 便可得到天逆珠成为神宗宗主 老夫愿为其奴万年 而后水稻子抬手一挥 将身前的几枚玉剪抛向了虚空当中 这一切还未结束 水稻子继续祭出一道血色符文冲入星空 并装作无比悲伤地说道 诸位远古上仙我主人算出界外入侵将至 可如今封界之力不足以抵抗 还请诸位上仙出手相助 片刻过后 星空当中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漩涡 仿佛是可以通往另外一截 水稻子立刻跪倒在地并掏出一片龟甲说道 此甲可以证明我为封界之尊的童子 还请远古上仙降临 帮助封界度过这次劫难 很快漩涡之中传出了一道威严的声音 这龟甲的确是封尊的信物 本仙奉命送你一宝 你将其融入封界大阵 便可以抗衡界外入侵百年 这百年期间 我远古会有数位尊者复活 界时便可无惧界外 话音刚落 便有一个金色的铃铛落入了水稻子的手中 水稻子看着逐渐消散的漩涡露出一抹冷像 他神色争灵地自语到 老东西留下的信物还是有点作用 凭此远古先遇赏赐的宝物 看那亡灵如何杀我 在处理完亡灵之后 我便将这铃铛献给长尊 必会得到无尽的消火 与此同时 水稻子先前放出的三只云鹤 也分别到达了目的地 第一只找到了赵和的周德 水稻子愿以六品道灵换旗出手 第二只则是找到了赵和的云封子 水稻子以封界之主的定神术换旗出手 第三只找到了云海星域鬼宗的妖圣 水稻子以五一香火门徒换旗出手 不仅如此 那几枚玉剪在界内各地 也掀起了一场滔天大浪 水稻子